作者頻道有時候會有一些難以預料的事情 畢竟也做了兩年三年的時間 那難以預料的事情就是 我原本一開始覺得 我常常會做Reddit上面的討論 就沒想到在大概今年年初開始吧 或許是 我發現到越來越多的Reddit很囉嗦 然後很難找重點 相對來說Festhole裡面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棒的爆庫 對啦 By the way 大家我是把我周圍到周圍英文一起讀 那所以現在Reddit做的越來越少 那可是我還是會去上面scour找找看 結果找到一個覺得蠻不錯的 他的標題是 Finish the sentence My Taiwan life hack is 底線 那我相信可能有的同學們 已經看不懂這句話 他就說請你幫我完成這個句子 Finish the sentence 這句是什麼呢 我在台灣的生活上的hack 就是填空 那什麼叫生活上的hack 我們就講過life hack這個字 那怎麼翻譯 我現在有點想不想在中文詞了 生活小訣竅或什麼這些 例如說很多人會用回文針 做出一些很多什麼什麼 或拿一個衣架 把那個衣架怎麼摺怎麼摺 怎麼那樣 可以弄成一些別的功能 所以掛衣服外的功能 這個就統稱為life hack 這樣子 所以 你在 這是一個外國人寫的 所以你在台灣呢 你的life hack是什麼 這樣子 像我舉一個很白癡的 以前在北美的時候 我們會做的life hack好了 北美的空氣比較乾燥 至少在多倫多那邊 所以冬天的時候 房間都是很乾冷乾冷的 那乾冷就很不舒服 濕冷大概更不舒服 可是乾就覺得手上皮膚 或者小腿的皮 就覺得好像開始掉屑屑的感覺 真的很乾 那有一個朋友他就很聰明 但是有點小聰明 他竟然就去拿一坨一坨的衛生紙 然後衛生紙就泡成濕濕的這樣子 就一坨濕的衛生紙 然後他要放在暖氣的出口 所以那個暖氣就會有濕氣 把他的衛生紙烘乾 然後烘乾的過程 他的房間就比較多濕氣 或者也有人就簡單放一杯水或之類的 這個就可以稱為是一種life hack 所以外國人在台灣有什麼life hack 可能我們台灣人很習慣的一些東西 根本不覺得那是life hack 但對他們來說可能就需要 所以我們看一下 先看一下他的原PO寫的東西 So a couple of my friends are moving to Taiwan after summer Avoiding the Taipei summer heat was one of my recommendations I've been trying to help them out with things I wish I knew before coming or it's good to know while here etc Advice can be from any aspect of your life 所以結束 還有幾個朋友搬到台灣在夏天後 夏天就是為了來躲開台灣 就台北的這個 他特別講台北 summer heat 你們也搞清楚 讓台灣更誇張 Avoiding the Taipei summer heat was one of my recommendations 所以他說建議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夏天後再來 然後就開始去跟他們說一些 他希望他以前來以前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說 help them out with things I wish I knew 所以我希望我以前知道 可是我以前不知道 所以用過去是 或者說就是現在不知道 So I wish I knew 或者他直接說 I wish I had known 其實也說的過去 OK 在來之前 好 所以下面就說了些什麼 馬上看一下 if you google a location in incognito mode the address won't auto translate to English and it will be in Mandarin very useful for showing taxi drivers 這一點其實我還真有點看不懂 因為我們叫計程車沒問題 但外國人你要把一個地址 講給計程車司機聽 他們會覺得有困難 所以他說 if you google a location in incognito mode 我還看了一下這什麼鬼 找了一下原來無痕模式這樣子說 你知道無痕模式 就你在瀏覽網易的時候 不會留下你的足跡 那我以前還不知道 因為我用的手機也早就都是中文的 所以我還真不知道 原來這個就是無痕模式的英文了 那現在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知道也讓你知道一下 Incognito mode OK 所以用無痕模式搜尋地址的話 那他就不會自動翻譯成英文了 所以似乎你要是不用無痕模式 會自動翻譯成英文的樣子 不知道 所以他搜尋下去就會變成中文 然後你就可以給taxi driver看了就是 Apparently that's one hack 那這是我們沒有概念 好第二點 A dehumidifier helps me sleep better So I don't get sweaty and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feeling uncomfortable 好所以他用了一個 dehumidifier 所以看humid這個字就濕 尤其講空氣中的潮濕 如果你講的是 像我剛剛說我朋友拿那個衛生紙團 然後去泡水 濕的衛生紙團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humid above paper 不是 你不用humid 你會用moist 所以moist這個濕 跟空氣中的濕是兩回事 OK 所以毛巾是濕的 你不會說這是一個humid towel 你會說這是一個moist towel 聽到我意思嗎 那我們再多講一個 有時候我們會說這個食物 像例如說外國有一些餅乾 cookie這樣講 我們是不是叫它曲奇餅還是山蕉 不管 總之外國的cookie 有的吃起來裡面是濕濕軟軟的 就不是我們吃的 印象中餅乾好像都應該是硬硬的 所以 食物中的那種濕濕的感覺 是哪一個字 也是moist OK Oh this is so delicious It's moist inside OK 所以moist 可以 它是形容詞 那名詞就是moisture 這樣子打一下 那humid的名詞 形容詞是humid 名詞就是humidity 那有沒有濕氣級 有 所以像剛剛講那個life hack 那個一團一團濕的紙球 你也可以乾脆買一台濕氣級 它就一直噴水出來對不對 至少不是水啦 就是in vapor form water water in vapor form 所以那個就叫做humidifier 它變成是一個什麼耳耳結尾的 所以這就是濕氣級 那前面加個DE 所以dehumidifier 就是除濕機 所以在台灣會買除濕機 所以a dehumidifier helps me sleep better 可以 所以它就不會半夜熱醒 然後全身濕汗黏黏的 so I don't get sweaty sweaty可以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feeling uncomfortable 所以半夜醒來然後還不舒服 那問題就是有的時候 它的dehumidifier不是 它的那個裝水的那個receptacle 沒有直接接水 接一條管線出去 我知道有的人會直接接一個管子出去 你就永遠不用倒水 那我是沒有 我是沒那麼懶 所以我的除濕機 也是要自己拿出來倒水的 所以他說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it was so humid that my dehumidifier got filled at 4 a.m. after I posted this and I woke up 所以它的這個除濕機啊 早上4點就滿了 所以可能睡覺的時候睡下去11點 就沒想到4點就滿了 所以它還是得起來倒 所以總之你還是醒了嘛這樣子 好所以這是其中一個life hack 下一個 I carry an umbrella with me at all times 所以這個at all times就是無論任何時候 so no matter what the weather seems like that day 無論那天的天氣看起來像怎麼樣 總之雨傘永遠帶著 yeah of course that's a huge uh that this is quite a useful information I guess yeah 很好 然後這一點我覺得看了我看不懂 因為我甚至不知道這是真的 那你聽聽看說不定這是真的 他說buying three geckos a month from the door to door gecko man for $200 所以買三隻geckos 什麼是gecko 壁壺 一個月買三隻壁壺 buying three geckos a month 從誰 從這一個 呃就是這個door to door的意思就是挨家挨戶的 所以在國外也有這種推銷員 至少在我當年還是有 所以走到這個房子敲一敲 我可不可以賣你這個推銷那個什麼 吸塵器或之類的 啊不要啊下一家再走一走 敲敲敲買一家 所以這個叫做door to door salesman 聽懂我意思 所以他說買三隻壁壺 從什麼呢 door to door gecko man 所以有一個人叫gecko man 他跟batman大概是好朋友 所以壁壺人 壁壺俠 I don't know 200塊 200塊買三隻壁壺 我聽都沒聽過這種事 那買壁壺幹嘛 吃蚊子吃蟑螂 所以releasing them in my apartment and never having a mosquito bite at home again or spiders cockroaches or ants or any bugs 所以你只要放在家裡面 你就永遠不用 永遠不會有蚊子咬 Mosquito bite 也沒有spider 蜘蛛 也沒有cockroach 蟑螂 也沒有 ants 螞蟻 沒有任何的蟲 any bugs ok 那他甚至還說 你知道我們的壁壺 什麼佐水溪以北 南投以北 南投以南之類的 所以他這裡有講南投 so pro tip geckos from north of Nanto will bark at night geckos from the south are silent 所以南投以北會叫 南投以南 不會 偏小 我以前住高雄 壁壺會叫 ok 但總之啊 重點 I don't know 我沒有聽過有人賣壁壺 ok 所以這是一個unheard of的事情 所以下面的同學或許大家可以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有人愛家愛戶的賣壁壺 然後三至兩百塊 ok 好 再來我們多看一下這邊下來這另外一個人說的 我們或許就看一個有趣的字 這個字就叫做沙門沙窗之類的 所以first year I was in my apartment I had loads of mosquitoes in the house and they ate me alive 他們都叫生吞活 生吞活 生吞活 是這個成語嗎 有時候我的成語真的轉不過來 但反正他這個人說 他第一年來台灣的時候 超多的文字 they ate me alive 這樣子 next year I bought a bunch of screening material 所以這裡的screening 其實就是沙門沙窗的這個字 所以screen door 它叫window嗎 screen window 總之沙窗這樣子 ok 好 所以他買了一些screening material spent a few hours attaching the screen to the entire outside of my balcony 所以他把他的陽台也全部貼滿了這些沙 cost me about twenty two hundred dollars 所以花了兩千多塊錢 that screen alone reduced 98% of the mosquitoes 所以光是這些沙門 沙窗就組閣了98% 然後他會用雷達的補文的 或者是防文機還是三小的 所以雷達就是RAID 所以這是一個牌子 RAID 知道一下就好了 可以 好酷 所以這是第2個 還是第幾個 下一個 my Taiwan life hack is to dump all my change into my easy card the machines at the station accept coins so you can load your card with all your 1NTs 所以他的life hack就是 把所有的零錢通通存進悠遊卡 所以悠遊卡就叫easy card 好像蠻簡單的 所以他把他的錢全部丟進去 他用的動詞是dump OK so my Taiwan life hack is to dump all my change so change就是零錢 可以 在我們的站裡面的機器是可以吃零錢的 so the machines at the station accept coins 接受COIN COIN就是錢幣 所以你就可以load your card 你就可以宰著你的卡 用你所有的零錢宰上去 一塊錢都可以 with all your 1NTs 好可以 我會這麼做嗎 我不會 OK 但隨便來 他爽就好了 OK 然後他說什麼 下一個人說是7月到 7月前到 你的付的稅會比較少 因為我們台灣付稅是 繳稅是5月 so arrive before July 對不起 是7月前到不是後 if you're here for more than half the calendar year your tax rate is much lower 所以要是你來這邊 時間是超過 等一下 you're here for more than half the calendar year 所以要是你超過半年的話 你的tax rate比較低 我還真不知道這件事 好酷 OK 那下一個人說的是載具 OK 所以你得了一個數位的bar code 條碼 條碼的英文叫bar code 順便指導一下 原來真的是一條的狀態 或者應該講很多條 所以bar 一條一條叫bar 那它是一個碼 所以沒有錯 code bar code 所以他要去弄一個條碼 弄載具 所以你就不用幹嘛 你就不用自己手動對發票 來得到發票的獎金 同意發票中獎的獎金 所以這裡就有一些他所翻譯出來的 我相信這可能不是最正確的翻譯詞 不過對他們來說就已經很夠懂了 所以get yourself set up with a digital bar code of your載具 載具這個詞 他都沒有特別把它翻譯過來 but I guess that's OK 要是我來翻載具 可能會用currier這個詞 but I guess that's not the point OK so on your phone lock screen so that you don't need to manually check your receipts to win the tax receipt lottery 所以他把它翻成tax receipt lottery 我很深刻的記得不是這樣子翻 不過沒查了 他沒查 他就直接把它照字翻 那我相信看得懂 那就沒事了 這樣子 那當然也會省一點 指的開銷就是 also save some paper so that's fine 這句再讀一次 so get yourself set up with a digital bar code of your載具 on your phone lock screen so that you don't need to manually check your receipts to win the tax receipt lottery fine OK 好然後還有人講到那個Line Pay之類的 你知道嗎 我上個禮拜也開始用Line Pay了 超爽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人生的往前走一步 白癡 好然後下面的人就也是講了很長 這個有點長我們就不看了 總之他還是講dehumidifier的事情 就是出事的事情 然後下一個人說 過馬路不要綠燈一定要走 還是要看一下 so don't look at the green light while crossing the road look left and right before you start walking 所以這個建議我覺得還不錯啦 總之還是看一下 因為我們台灣的交通或許還不是那麼樣的好 這樣子 那下一個人就開玩笑了 你記不記得上禮拜一個新聞 還是上上禮拜 還是上上上禮拜 有一個健身的人 他在7-11大腦就會被警察敲頭 這樣子 那好像據說 那事實上好像是因為女朋友的問題 可是這個人就開玩笑說 他是因為什麼 他其中一個什麼食物賣完了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一個什麼 Italian Spiced Chicken Breast Yeah OK So if they are out of Italian Spiced Chicken Breast at the 7-11 the police will gladly bring their own spice for you to sample 開玩笑 打錯一堆紙 那算了啦 OK 所以警察會給你吃一頓 they bring their own spice to sample 讓你也嘗嘗看這樣子 好 然後呢 講到我們台灣的紫外線 總之太陽很曬 所以不要低估了紫外線 So not to underestimate UV burn UV burn times here UV burn times 看起來蠻怪的 So even with sunblock 所以sunblock就是那個 突然間腦袋卡住 防曬油啦這樣子 OK 有時候我們講sunscreen sunblock都可以 suntane lotion甚至都有這樣 所以不要想說擦了sunblock就沒事 especially when in the south 特別是當地在南部的時候沒有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當地人喜歡什麼東西呢 喜歡一個像你知道我們會有時候人包得很誇張有沒有 整個頭都抗頭抗兵的 那那個看起來像是burka 那個burka就是 就是我忘記是印度還是哪一個宗教的 就他們會全身造主那樣子 還是是不是回教 那個就burka 所以他就說 It's why some locals favor a burka-like look 像burka一樣的外貌 burka這樣可以 Alright 好 然後這個 下面的人講到說的是 我們的這個公務員辦事辦的不好 然後下面就有人跟他吵架說 並沒有我們台灣不錯 那我必須要說 我們台灣的公務員辦事效率還真的是不錯 我想不過對外國人來說 他們的重點在於 語言不同 或者我們有很多的official documents 是並沒有英文版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可能就比較麻煩 那我也理解 就是台灣人 就外國人來台灣做生意 其實好像真的 有的時候法規可能不太完整或幹嘛的 所以他們其實很辛苦 這我知道 那所以他這邊有批評一下下 那下面有人就說其實不是的 那總之這個就是一個debate 我們讀一下他說什麼 So only ever do one errand involving any sort of bureaucracy or officialdom in one day 所以他說的是 你想要去公家機關辦什麼事 一天只做一件就好 因為你跑不完 那我不相信 其實我常一天跑很多不同的公家機關 即便知道父母走的時候 我也一天可以跑很多地方 So only ever do one errand 所以 errand這個字 我們其實也算蠻常講到 不過再講一下 就是去跑一些這種瑣碎的事情 他當然翻譯成跑腿 可是這個跑 中文的跑腿聽起來像幫別人跑 可以幫自己跑腿嗎 你可能會覺得不行 可是英文 errand這個字 絕對是可以是自己的事情 我要今天去郵局拿個東西 我要去sever那邊寄個東西 我就附個什麼信用卡帳單 這些都叫做run errands 所以前面常常是動詞是run 所以我今天有點雜事要去辦 I have some errands to run 是正確的說法 所以他說 you do one errand involving any sort of bureaucracy 所以這個 errand只要牽扯到 任何種類的bureaucracy bureaucracy就是官僚體制 所以就是去公家機關辦事情 所以bureaucracy or officialdom 所以這個字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字 official就官方的 那個dom結尾就是一個名詞 就像kingdom或者bordem stardom一樣 officialdom這樣子 in one day so only ever do one errand involving any sort of bureaucracy or officialdom in one day you just won't succeed with more and it will only make you hot and bothered 所以你總之你想要做多一點的話 你是不會成功的 you just won't succeed with more 然後只會讓你覺得又熱又很煩 so it will only make you hot and bothered 好我不太同意 所以下面一大堆人跟他說 你看討論這麼多 所以很多人是不見得同意這件事情 fine ok 好然後下面有人說他的life hack是什麼 他建議去逛書店 所以例如說逛成品這樣子 so my Taiwan life hack is to check out the bookstores that is something I really miss and the Taiwanese bookstores and cafe scenarios are just amazing 這個不是新聞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書店就是讚這樣子 so I highly recommend isleet isleet就是我們的成品 or emandering champion 成品這樣子 好我們再看到這就可以 因為這個有人在很長很長 有興趣的 你照我的標題直接去打ready 你就可以找得到 你可以把剩下看完 順便練習一下下閱讀能力也不錯 好啦到這裡OK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